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介绍一下你的小名 便捡吗 不喜欢的暱称呢 小鱼 就有一种小鱼就是 班主任叫学生 第一次听到小鱼是谁叫你的 老板 哈哈哈哈 老板叫就还好 有一种就是上级对下级叫的感觉 确行K 行什么意思 就是瞎写的行 腿腔你写多少 一八 我身高写一七八 你和我的腿腰啥 你和我的腿腰 特长N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要想一想 不可描述 其他两位成员觉得他有什么特长 嗯 哈哈哈哈 说一下习惯吧 习惯 我写的习惯是什么 我忘记了 起床再洗一个澡 哦对对对 我睡觉前会洗干净才能躺上床 然后 早上起床一定要洗个澡才能出门 你这样我感觉船铺是好省心 对我的床非常省心 对 成员里面谁洗澡花时间最长的 没有不知道 洗澡时间我没有看过他们洗澡 你多久吗 我啊可能十几分钟 你呢 十几分钟 那我十几分钟还算长 算长 对啊算长 十几分钟 我干嘛 你在干嘛 我写的是什么 哦 就是 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一点不够好 坐右铭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就是乔布斯说的那个嘛 就是要保持饥饿 保持自己很笨 意思就是说 你要一直去求知 一直去学东西 我们要这样点个赞 点个赞 我的魅力点 Mini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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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他 想这么久就是没有 为什么还要接着问呢 他写的是眼神 哇 哇 电到了 有 被吸引了 被吸引了 你们觉得有跟鱼重建相似的地方吗 想事情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一个组合不可能两个人一样吗 很像 可能就会有某一点会像而已 仍需努力的部分 现在有控制自己的体重吗 有 告诉你一个减肥的方法 这个方法绝对有用 别吃啊 室友刘淼晚上点夜宵怎么办 给他的饭里加点猪饲料 猪饲料 对点外卖让你眼馋的刘淼有什么想说的 淼淼 嗯 你什么时候点外卖无所谓 你吃外卖无所谓 请不要在我快睡着的时候告诉我 你有外卖要来了好吗 健健同学你好 因为我以前做过的一些不正常的行为 在你减肥的途中 在你很饿的情况下 依然吃的就是很香的东西 让你又吃不了东西 然后还要闻着我吃东西 很难过 然后我以后一定会 我还是要吃了 我还是要吃了 我不吃我睡不着 但是我吃了之后一定会及时把它扔出去的 跟粉丝的关系 支持着我健康成长 然后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对他们是就是每天 让他们快快乐乐的这么一个关心 关系 对 持权牌尾 写了为佳哥打call老板支配一切 对 大实话对吧 对 没错 没毛病 渐渐化的十二星宿结构图 屋里面跟火组是没有交集的 哦 这个这么合适 差不多吧 没什么事情就看不到 觉得是几乎为零交集 他要不在屋里要不就是出去跳舞 你好你好 从今天开始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是你是 我是火属 我自己也只要去分家 我是疯子少年一种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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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俩也是成年老费 我们对啊 我们对啊 这位是谁 这位是 这位是 猴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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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期待一个2019年 看看头 猴哥